大家好 我是William 我是Fayco 今天呢 我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跟一個壞消息 好消息是 我們有了 那壞消息是 我們沒有了 一早那麼驚悚 因為早上的濃度比較高 初期要驗的話是比較有可能驗得到的 今天其實只是我月經遲來的第一天而已 我覺得 因為我這幾天就是有點想吐 理性上面我是覺得應該不太可能 因為按照什麼所謂的安全期啊 危險期啊 這算安全期吧 好喔 來看安不安全喔 媽媽現在要看肚子裡面有沒有消費力 如果一條線就是沒有消費力 那如果兩條線的話 可能有 好 三 二 一 喔 一條線 對啦 這樣 欸 對了 應該是沒有吧 奇怪 這樣隱約有一條欸 有沒有 有淡淡的那一條 第二條 顏色太淺有三種狀況 第一種是懷孕時間太短 第二個有可能是胚胎的發育可能有問題 第三種是有可能有子宮外孕 欸跟我剛剛完全不一樣的心情欸 喔 真的是 問他們覺得是 一條線嗎 那是要叫我過幾天再量一次 那我現在就是我的計畫 還是不能做一個是有可能 一條線就是沒有懷孕 你覺得呢 三條 是因為 因為蛋蛋的 所以我的計畫要延宕了 再等個三天好了 那因為媽媽真的有點不舒服 然後 她有點出血的狀況 所以我們今天下午我們就來確認一下 這很像月經啦 很像月經 可是因為她的tone跟以前很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不確定到底是怎麼樣 如果說是 那感覺這血有點多 心需要平安 因為抽血是可以直接確認 好 等一下吧 就如你們影片所看到的 影片沒有拍完 第一個原因呢 是因為它裡面也沒辦法拍 第二個原因呢 就是因為也有一點沉重 所以我們就沒有繼續拍下去 就像開頭所說的是一個壞消息 當天醫生呢 他就是在驗血報告出來 就告訴我們說 這個指數非常的低 她覺得可能這兩天的出血 已經把胚胎排掉了 要我們等一週後自己再驗驗看 如果是一條線的話 那就確定排掉沒有問題 那如果是兩條線的話 就要趕快再回去找她 算是一個沒有很直接的講 但是機率蠻大的 她說要100以上才代表懷孕 但是呢這個血又不是月經 是出血 它是有受孕的 可能又有著床 可是可能沒有發育完全 所以可能會這樣排掉 那今天禮拜天 又回去醫院檢查 指數更低剩下2了 所以就確定是排掉了 所以一個流產的狀況 消產 這也是我們第一次消產的經驗 從禮拜二驗到兩條線 禮拜三出血 禮拜四看醫生 很淡的兩條線啊 很淡 然後禮拜天 也確定就是沒有了 對6天 這個禮拜過得很充實 度日如年 也很漫長 在我們以及在孩子身上 其實我們學到很多東西 不管有沒有經歷過小產 但是我們可以 繼續的為懷孕生產這個夢想前進 這次經歷小產 讓我們學到了幾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 生命的主權不是人 理智裡面也都知道 因為我身邊其實也一些朋友都有流產過 甚至鳥媽 像媽爹這支影片 就也把他們當時的一些學習 跟大家分享 沒想到 真的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時候 就 所以真的不能怎麼樣 他就是流掉了 對就是生命的主權在上帝 也因此能學到第二件事情 就是 每一個生命都是奇蹟 神蹟 因為前兩胎 其實我們就是 很順利的就懷孕了 很順利的就生了 不要講什麼懷孕的症狀 因為你比較頻尿 那些 那本來就是 對也可以看一下那支影片 好可怕黑歷史 不要看不要看 沒有經歷到那種真的 覺得說 喔小孩可能會不飽喔 這種狀況 所以就覺得好像很正常 所以對我們而言就是 好像 懷孕或生產也沒有那麼難 雖然會知道 身邊有一些人 會有這樣的狀況 也越來越多這樣 不孕症的現象 可是好像在我們身上 其實我們是 沒有感受的 就讓我真的體會到 每一個生命的出生 真的都是神蹟 那第三個是我們學到 面對生命 需要信仰 我的理智 我的知識 其實告訴我 這沒有對錯 但是那一天 當我從醫院出來 然後要回家的時候 我姊姊來電話給我 結果他一禱告啊 我就開始哭 我就突然很難過 就是雖然我 頭到小的 但是我心裡面 突然覺得很傷心 然後牽著 料理跟料想要回家的路上 然後他跟我說 媽媽你為什麼哭了 我就說 嗯 因為小寶寶留掉了 料理就說 我也很難過 然後他就開始也很想哭 啊怎麼辦 他要哭了 然後他為母的 現在就想要安慰他 我說那你覺得要怎麼樣 不會難過 他說 他不要留掉 我說那你覺得他要怎麼樣 不要留掉 他那時候就講說 耶穌可以救他 然後我就突然一個覺得 欸對 我們的信仰 怎麼突然不見呢 就是如果我信 身邊的主權是神 我應該要來想 在聖經裡面有沒有這些 生病的被醫治啊 死亡的 復活的這些故事 我就跟料理跟料想來分享 就聖經裡面有兩個地方講到 耶穌讓那死掉的人復活的故事 一邊在講的時候呢 所以爸爸就回來了 回來之後呢 就聽到妹妹在跟孩子講這個故事 我覺得我就被提醒 雖然醫生這樣說 指數也是這樣 沒有盼望 那我們信得 神是怎麼樣的一個神呢 其中一個故事 就是講到一個爸爸 他的女兒生病 他要去求耶穌醫治他 旁邊的人就說 欸你女兒已經死了 那當然就很難過 可是後來耶穌就 帶著門徒跟爸媽 讓這位女兒死裡復活 那我覺得這個就很提醒我 聖經上面有說 亞伯拉罕所信的神是 叫死人復活 死無便有的神 然後我就覺得 我們現在就要經歷這個 雖然好像被宣判了 可是那 我們有沒有機會可以經歷 曾經發生過的事 我們也真的相信的這件事 所以我就 帶他們開始來禱告 雖然我也不是說 讀我信心說 就相信就是他一定會 最有信心的人是誰呢 是廖里跟廖翔 只有他們禱告就說 耶穌會救他 他們就有很單純的信心 所以我們就開始禱告 就是說在等待七天的日子裡面 我們可以做什麼 就像廖里、廖翔他們吃飯 時間到沒有吃完就不能吃點心 他們都時間快到的時候 就開始忙起來吃 可是時間到了 然後剩下一兩口 他就說拜託你 給我機會 孩子都會這樣很單純的求 我們應該也是要好好的求 因為生命真的我們不能做什麼 我們只能求生命的主 憐憫 也就帶出第四個我們學到的事情 你把握生命 你需要付出代價 然後我就覺得 欸那我還可以做什麼 然後就有一個想法就進來 就是要我禁食禱告 禁食禱告 其他就是更有決心的禱告 因為寧願不要吃不要喝 你把那時間拿來禱告 就會更專心 但也更有挑戰 因為不吃不喝 對我現在 想睡覺 對或是很餓 我現在很餓 因為這是第三天的晚上 就是我覺得上帝就問我 你是個爸爸你想要救你的孩子 你願意為他付出什麼 然後我就覺得說 如果我連三天的禁食禱告 我都做不到 我說什麼我想要這個孩子 或者是我想要經歷生氣 我就跟妹妹我們就討論 我就三天禁食禱告 然後禮拜一的早上 我們再來驗 我真的覺得這個時候 突然變得很MAN 很有決心你知道嗎 然後他真的這三天就沒有吃沒有喝 有喝啦 沒有吃 對我來說我付出什麼代價 我就反省我自己 第一拍知道有懷孕的時候 沒有 哇我懷孕了耶 因為我們才剛拍完那一支講說 我們決定沒有地獄 不必人 其實是有點錯愕的 想說阿怎麼那麼快 那很困難的是 醫生都已經告訴你說 這指數很低 你還要去跟別人說 請你為我們禱告 因為我們相信這個孩子 可以像聖經中的經理那樣 他會復活 這很難耶 但是我就鼓勵我的一段經文是 患難生忍耐 忍耐生老戀 老戀生盼望 盼望不至於羞恥 對我來說那是個盼望 可是他可能會讓我覺得很羞恥 別人可能會笑你 可是我在那個經文裡面 我就這樣子宣告 那我們就主動的發了一個帶導的訊息 給我們比較好的朋友 牧者啊 家人啊 邀請他們可以為我們禱告 很不容易 因為你要拿下那個面子 就發現其實在華人 或是很多人 就是三個月 沒有滿三個月不要講 然後可能就自己去消化這個過程 對 可是其實這三個月 是非常需要被守望的 我們沒有後悔去告訴大家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這是我們能夠為 這個生命所做的努力 也真的很真實的就是經歷大家對我們的愛 那我們真的確定流產之後 還是有要學習的事情 第一個是你不要否認 不要故意去忘記它 然後這個生命 它是真真實實存在過的 它是真的生命 譬如受精軟的那一刻 它就是一個生命的 只是它沒有健康的長大 它是真的存在過的 然後第二個是 即便我理智曉得 這是自然的 但是在我人的心裡面 就是會有會就感 虧欠 不需要去承受這種負面的感受 就把它說出來 為你自己覺得在懷孕的過程中 因為有些人可能他是意外懷孕的 他可能就是 我不想要這個小孩 可能沒有那麼期待 這種思想 即便是這樣子把它說出來 你需要去求上帝原諒我 有這樣的思想 所以可能我們沒有預備好 我們身體的狀況 其實我們都需要悔改 這些事情 不是真的導致這個生命流掉 可是這些事情 卻反映出 我們自己真的沒有預備得很成熟 最後是可以感謝這一個孩子 他已經完成他的任務了 真的很感謝這個孩子 我覺得第一個是我們夫妻的關係 比較同心 而且不只是我們兩個 更是我們全家 然後也讓我們能夠去體會 很多的夫妻 他們真的也有這樣的經歷 那禮拜二驗到嘛 然後禮拜三呢 就開始出血了 他就跟我講 然後我就說 那我們就需要祷告 在拿東西幹嘛 他也沒有看完 然後就祷告了祷告了 就是沒有那麼在乎 一秒被引爆 然後後來就跟他道歉 這真的也是大家都會講的 就是爸爸跟媽媽 對於新生命的那種感受 真的會慢很多排 就像今天確定的 那醫生來講 講完 然後那一排 他還問我 大概過了五分鐘 五分鐘之後我就開始哭 哭哭哭 然後就跟他說 不好意思 我爸爸的反應就是比較慢 就是恐龍 禮拜四的時候你就已經哭了 我是到這刻才真的 在情感上面真的知道 一個孩子已經就是離開了 還是其實你是二哭的 我還有等到明天早上 我要熟我跟我這個孩子的約定 最後呢因為孩子都不在我們身邊嘛 他們今天在爺奶那裡 非常感謝家人 今天晚上跟他們講完之後 明天我們還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會辦一個告別派對 我們人走了都會有 就是禮拜嘛 告別事啊 雖然他那麼的小 但他就真的存在過 就是我們需要好好的跟他告別 我覺得這次料理料想 他們第一次那麼真實的經歷生命 離開這件事情 這個告別派對 我們也會為這個孩子取名字 那名字已經取好了 就是一百種理想的種 它叫料種 就是料家的種 就是 好直白 希望我們走過的路 能夠鼓勵你在這個 懷孕生產的路上 以此的扶持跟鼓勵 那這支影片已經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話 請按讚分享加訂閱 我們是一百種理想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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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